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的是李小璐饰演的女作家杨武金 在杂志社工作遇到大学男友和前男友 在这样的尴尬环境中 蒋静夫饰演魔和圈小鲜肉的金钟号出现 两人开始了一段搞笑的爱情故事 不过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导演这选演员的眼光真不怎么样 从作品的台机时间可以看出 这部电视剧已经早就杀青 当初因为李小璐夜宿门事件 无奈之下只能推迟播出 如今终于等到李小璐上次绯闻差不多过去 而这个电视剧也能成为李小璐 重新付出娱乐圈的新作 但无奈如今蒋静夫 因为家暴在日本被捕 而李小璐因为和薛之谦的绯闻事件 在网上闹得沸醉洋洋 作为当事人的李小璐 对于自己和薛之谦的绯闻保持沉默 但贾乃亮却公开发声 说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 所以不想卷进来 贾乃亮的发言传递出很多信息 无疑对李小璐新作首帛是雪上加霜 江静夫家暴可以忽略 毕竟是女友先背叛自己 冲动打人可以理解 就像胡哥说的一样 错了就是错了 但李小璐不一样 当初因为绯闻事件 自己差点意外涂地 这个作品托了整整一年 如今又爆出与薛之谦的绯闻 虽然有点炒作的嫌疑 但无疑是在玩火 明星犯错 以此观众可以原谅 可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李退出娱乐圈就不远了 如今从爆料来看 李小璐和薛之谦顶多就是绯闻 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没想到贾乃亮忍不住撇清关系 不仅告诉所有人 两人已经离婚 而且有点间接承认 薛之谦和李小璐之间的关系 所以小药认为李小璐和薛之谦的绯闻 是李小璐付出在炒作 但没想到前夫贾乃亮不配合而已 对于李小璐和薛之谦的绯闻 大家觉得是真实还是炒作 你这么带我 我可要当真了 播出后你还会看吗 他们以后 我们感觉好 谢谢你